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小熊萌家店 联合张艺兴举办的 萌公开课的现场 我是助教 我是露丝 谢谢大家掌声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共同协助一星 来给大家带来一场史无前例 后呢也不一定会有来者的一场 萌公开课 那今天晚上呢 一星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 私家的萌的秘籍 因为大家知道 不管一星是严格 还是耍酷 还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觉得好可爱有没有 所以呢我们就抓住了这一点 今天把它给堆到了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让自己的人生 时时刻刻处处 都透露这种萌点的一个密集在哪里 说到了这个萌公开课 大家看到我今天身后布置的这些状况 颜色非常的可爱 对不对 然后呢我也是好久没有穿成这个样子了 可爱吗 心里好满足 谢谢大家的包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布置出来 呈现给大家有点这种格 什么格 就是有点自己的层次 有点腔调 来给大家分享 那当然今天不仅如此 我们每一位到场同学也是超级的配合 我们有贴那个熊贴 对不对 还有熊耳朵 还有手环 那我据我所知 每一位都是经过我们层层的蒙考试选拔出来的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优质生 我们再来按照老套的方式问一问 有北京的吗 上海的 广州 好了 月球 都是 在此呢我们欢迎现场的每一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我们的S吧 新米 以及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在观看的新米 欢迎大家 欢迎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说到了这个蒙家店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听过大家店 听过小家店 什么是蒙家店呢 也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大起的问号 所以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比如说蒙娃呀 蒙宠啊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蒙卡通 还有我们攻占朋友圈的喵星人和汪星人等等等等 就连我们现在非常传统的这个故宫 都开始打了这个蒙的牌 所以呢 蒙呢一定是一个大的趋势 而且呢我们这个小蒙 小熊蒙电器 从它的名字小熊蒙电器 到达现在的这些马卡龙的色彩呀 非常圆润的形状 也是从头到尾都贯穿了这个蒙的DNA 所以给我们一心随时随地都散发着爱和光环 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到了一起 那也是想给大家开放一个蒙家店的时代 为大家提供一个轻松愉悦有品质的生活 那今天的这个蒙公开课就是想借此机会 让大家了解到小熊电器 也能够通过一心的分享 让大家的生活里边去加一点点蒙 那今天的现场的同学呢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过程 那同向的我们这个直播 将会通过各大平台给线上的每一位朋友 去分享我们的张老师给大家带来了这些经验的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蒙公开课的广告时间了 一直以来因为你们在我身边 我喜欢放下过去的自己 去改变 去体验 一直保持着对事物的好奇心 让每一天都变得很新鲜 我想让你们看到 小绵羊在成长 而初心从未改变 和你们在一起 生活的智慧伴随着我不断刷新 小熊练气 你们都来了吗 没尝过我做的酸奶吧 是不是很短 我们今天整个只有这三段 其他都是跟一心在一起的全世界的过程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接下来所以我们要进行什么环节了 请一心 是不是 那我先考考大家 就是为什么小熊萌家店要请到一心 最萌 是吧 一样的有心 除了最萌之外呢 勇敢 是吗 努力 特别棒 天哪天哪 太多词汇了 我都越来越接不住 特别好 大家都是文化人 特别的赞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哇 有没有被萌到 为什么要请到一心来 是因为一心 从小开始就是一个萌 黑子 有没有 一直萌到大 那现在呢 你看这张 现在 颜值和才华都有飞升 但是呢 卖萌的本领 我觉得你敢第二张 第一张好像真的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呢 这是我们一心请到现场 来作为萌导师的最直观 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而且我们一心在偶像练习生当中 大家有看偶像练习生吗 我好想去呀 年纪太大了 开个玩笑 我们看到PD在里头呢 非常严格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 尽管是在这种严苛的表达当中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他对那些团圆的关爱 是不是 就我自己都记得 他会在不经意间去问 上一期或这一个星期 他没有参加的时候 谁的伤怎么样了 然后呢 或者是你练习的时候 很失望 有没有得到改进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让你觉得 还蛮心暖的 就是眼里当中还看到萌这一点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我们可不可以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 我们出来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应援 虽然说今天我们现场的朋友很少 我们有没有信心做一个 就是发自内心的 让他觉得又萌又热烈的应援 就 好 简单 我们练习好不好 我说萌导师 你们说张艺兴好不好 来 萌导师 张艺兴 萌导师 萌导师 一新好 来来来 这这点 哇 天呐 一新本来我们ray的是 练习两遍才出来的 一新直接写出来了 每一次都很着急 比我都着急 来 给你的粉丝们 现场和 现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好 现场的各位新迷expert们 然后这个就是叫网络吧 网络前的 反正屏幕前的各位expert新迷们大家好 我是张艺兴 好萌的鞠躬啊 我们先聊聊这个严肃的吧 就是最近很火热的我们的偶像练习生 好像马上要走到总决赛了 就是最后的一期了 然后你在里边好像很严苛 但是呢 我们想问到你 你为什么这么严苛 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我 专业 这是宣传吗 谢谢 谢谢 他说 你说什么来着 严苛因为专业 严苛是因为专业 对 前排的几个小女生 这个应援牌都掉下去了 听到之后 你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说不定是这样 但是还是要不断地学习 就是不管在什么位置 也取到什么样的成绩 反正对我来说的话就是 一直努力 努力再努力 然后呢 就是去学各种各样的该学的东西 不过再说一次 在上海看到我的歌迷朋友 也还是蛮开心的 很久没看到他们了 很久没看到他们的 有没有一句话想给他们的 哎呀 我想死你们了 感觉要开始扯相声了 是吧 往相声里面再发展发展 那很用心地去做这么多事情之后 比如说像我们的偶像联系生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跟他们有一些深度的合作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就等这个他们的大老板来跟我 发来邀请 就怎么样做一个 掏出诚意 没有没有 就是对 就是大家一起交流嘛 需要交流嘛 好了 这个问题我们暂时问到这儿 其实呢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 是给大家分享就是 萌的一个生活的概念 就大家觉得你特别特别的萌 从里到外的萌 不管是严苛还是什么时候都是萌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我刚刚在后面听您说这个萌的时候 我真的 我一个人在做过头 就是欣喜是吗 但是我想说小熊家电是真正的萌 我觉得小熊家电是轻松愉悦 可以为大家带来有品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家电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我的学弟吧 我知道 有用过小熊 而且对小熊都是一致的好评 不仅仅是对诗歌的拍马屁 当然 确实大家用起来之后会觉得 自己生活里面多了好多温度和色彩 对吧 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对 享受简单快乐 但是又有品质的生活 就是把有效的这个时间和资源用得得当 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精致和有腔调 是的 我没有那么像主持人对吧 最近真的有人跟我打电话说 那个我有一个你来主持吗 不要 我说我是一个音乐人 你是一个歌手 你是一个艺人 对 是歌手 音乐制作人 音乐全才 对 不是主持人的 你知道 这个东西 精心这么一提 我心里好慌啊 你知道吗 以后没办事了 自己的活动都自己上了 没有哥 没有哥 我真的非常尊重每一位主持人 真的太厉害了 那个临场的 我因为那个都有台本的嘛 有当然了 那个关键字 除开的关键字总结什么的 没有台本以外 基本上流程都是有台本的嘛 就是看着台本读嘛 现在 哎呦 不好意思 没有 只能再一点 比如说我一个演员要表达 我爱你 这一句简单的话 说二十种方式 都没有一定一个人能够完成 可是一心在说 每一个人的时候 都灌入了自己的情感 让我真的能够感受它 它不是在念排名 这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尿点 同意的请谷歌掌好不好 我那期我真的有看到掉眼泪 就会觉得说 为了一件事情去努力之后 不管成功不成功 都是应该去点一个赞 点赞的人和被点赞的人 都值得去赞扬和欣赏 是的 其实努力过后 就会有很多人去看到 自己就是 自己的做的一些事情 反正就是 我的粉丝不也是因为 我努力才喜欢我吗 对吧 但这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好了 你不可能听清楚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听清楚了 他说因为你是你 所以喜欢你 然后那边说的是欢欢 然后后面说的是幽默 对吧 我基本上也都听到了 谢谢谢谢 天哪 反正感谢他们了 每次做一心的活动 都让我学会好多情话 你知道吗 好温暖的 反正我自己是这样感受的 好了 我将近说到这一点呢 我们现在的很多人 已经按耐不住了 那马上进入到今天 我们的主题好不好 我们看今天的蒙公开课 到底要干嘛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来 一星我们跑到这旁边来 哇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用蒙家店拍蒙大片 第二课呢 就是用蒙家店做蒙料理 这样思维就很清晰了 对不对 同学们期不期待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不好 进入到我们第一节课 用蒙家店拍蒙大片 那今天这第一个大片 没关系不用着急 你紧张吗现在 我还好 还好 我们看看第一个 给大家分享是什么呢 来我们同样的是 来看看我们的大屏幕 你看 知道什么意思吗 这些东西你熟悉吗 这都是小熊家店里面 对家店 太正确了 一点没有毛病好不好 其实问问一星 你自己在让自己拍照 会让自己变得蒙蒙的的时候 你有什么秘籍 用美 就是用美 就是用那种拍照 拍得特别好看的相机 不就行了吗 还有呢 比如说从自我自身来说 自身就把镜头拉近一点 我觉得就还蛮蒙的 你这仗着天生丽质 没有别的原因 我说从技术手段能达到 除了这种使用那些机器之外 那就是使用小熊电器 是这个意思 好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直接追到台本的最后一趴 是的没错 其实你看啊 我们拍照拍得比较好的 一般就是要有表情 有气场 对不对 这是我们日子要去练习的 那这个是自己的活 那如果说要变得特别蒙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会借助一些道具 这个可以有 你看看 这是不是都是可以 让整个照片看上去更蒙的道具 是的 而且整个今天的整个这个场地 小熊做的这个整个场地 都是很蒙 颜色很 很蒙的颜色 是的 然后形状上面呢 你看中间那个有没有觉得 有点童话里面 一踢的眼睛的感觉 加湿器啊 对啊 对 李仲浩老师 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哦 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好了 其实说的特别好 这个这个加湿器以外 包括其他的 我们就是电热饭盒 包括我们的养生壶 还有我们的酸奶机 特别是酸奶机 一星有用过吗 有用过 就拍广告的时候 一个是拍广告的时候 一个是真的 你认得他 对啊 就是酸奶机 你确定 对啊 答对了 真聪明 我们这酸奶机 不仅颜色好看 有这个马卡的颜色 其实我觉得 它在形状上 也是那种胖嘟嘟的 让大家觉得很讨喜 这里还要说一下 这里还要说一下养生壶 这个养生壶 真的很不错 对 说到了养生 我们去年 一星说有自己养生计划 来帮大家问一下 进行的怎么样啊 对 已经提上了日程 所以还没有开始动 因为这么说 提上了日程 好 我们用这样的表达 提上了日程 我们就不再多做赘述了 我们现在今天要做的 第一道美食 就是要用这个 做好的酸奶 你看这是老师做好的 就会加很多这些辅料 因为酸奶 它自己做出来之后 永远都是一个味道 可是经过不同的人 加不同的东西之外之后 就会变成全世界 独一无二的一款 味觉和情感 不一样的酸奶 哥你确定你情话 都是在这儿学的吗 有一部分 那这些你看 这些佐料你都认识吗 认识 大部分认识 你有曾经使用过这些原料 放到酸奶里头 给别人传达自己的爱意吗 好笑 看来是有了 拍广告的时候 拍小熊穿奶机广告的时候 确实是把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它是要跟镜头的互动 就是想着说 心爱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对真的 我说给你们吃这个 感觉是这样 因为他们的那个 就是整体拍摄计划过程中 它是说要是 跟就是真的是给粉丝的那种 有交流才会有感情 才会让人觉得 这是动人的 真实的 拍摄的东西才是好看的 对 博哥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演戏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是要真 对 真听 真看 真感受 真的 好学院派哦 好不好 都是知识分子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践行 真听 真看 真感受 我们把对于 你想跟我们expert和心米 表达的情愫 然后通过这些小的物件 放到酸奶上面好不好 那第一杯你会选择 什么样的一个辅料 第一杯就纯纯的吧 干的这一杯 真的是纯纯的 不加东西 对 纯真一点好一点吧 啊 OK 我们觉得挺好的 那第二杯呢 第二杯干净一点 第二杯就干净一点 那是哪一个干 啊 无所谓 你想怎样就怎样 嗯 你说这些哪个都是很干净 有没有洗过的 首先放一个 这个是杏仁 杏仁 放两个 我最喜欢吃苦杏仁了 哈哈哈 然后放一个葡萄干 葡萄干 很甜 都放在边上 对 放边上 我手洗了 嗯 哎呀 好遗憾 他们就希望你别洗 是不是 对 他们 哎 好伤心 哈哈哈哈 来 我然后再还是放几个 因为这个放好看 嗯 为什么要放杏仁和葡萄干 杏仁嘛 幸福 幸福 啊 信任 啊 人又在中间啊 暖心的感觉 葡萄干呢 葡 甜 甜吧 你怎么不说扁呢 哈哈哈 开个玩笑 葡萄干就是甜的寓意对吧 对 然后 因为我喜欢草莓 哦 鲜草莓 哦 鲜草莓 西豆 你们说什么 我喜欢 你 你 你喜欢 喜欢种还是栽 还是怎样 吃啊 对 好 就这样了 你看草莓就放在中间 中间 啊 很丰满的感觉 哦 我以为这上面还有个摄像头 来帮我拍下这个 那儿有 拉得很近的 试试 那第三杯 嗯 第三杯 第三杯 有点不一样的 嗯 需要盐吗 这个 哈哈哈 这是我们蓝莓 蓝莓 说对眼睛好了 对眼睛好 明目看清楚 对吧 对 然后 没关系 那个不用了 那个不用了 哦 那个不用 来 这还多 嗯 我们经费很充足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哇 一个笑脸好可爱 希望 两个蓝莓 说到这个酸奶的 这个朋友呢 蓝莓明目做成了眼睛 然后呢 开心果做成了自己的嘴 笑口常开 对 就是这样的三杯 特别棒 那这三杯做完了之后呢 我觉得接下来一心要接受一个新的挑战 就我们平时经常说可爱三连拍 可爱五连拍 若爆了 我们今天来可爱六连拍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 行 行啊 我们就 你就选择其中一杯酸奶 来一个可爱六连拍 行 嗯 我们对着这个机位 啊 来 不用思考吧 来 预备 第一个 哦 需要我帮你拿话筒吗 嗯 好 不用说话 放旁边吧 三二一开手 来 第一个 好 来 第二个 第三个 这样就辨识起来很容易 第四个 第五个 哦 第六个 哇 零零零 Kobi 谢谢一心 哇 真的想都不用想 刚才的那个六连拍可爱的灵感来自于哪 来自于您说的六个数字 阿拉伯数字 太实际 我喜欢这样的一个表达 不知道刚才我们 现场的朋友 有没有嫉妒下这一课 而且我们线上的朋友们 线上的朋友们 有没有做一个截图 我觉得 考验大家 学习能力的时候到了 我们现场 我们挑三个朋友 来分别演示一下 还原一下 模仿一下 一新的 六连拍 天呐 就看他们有没有用心学 好不好 这个还比较简单呢 那 我们今天呢 现场有这么多朋友 每个人呢 座位上都有个座位号 两位数以内的这种 你来随便挑 好不好 第一个 抽一个号码 10号 抽一个号码 你看我们的抽的号码 10号 11号 11号 11号在哪里 come on 第二个号码 21号 21号 在哪里 哪个是21号 有吗 在吗 来来来来 然后6号 第三个 6号 好的 三个我们第一 这一轮先三个好不好 11号 21号和6号 来 我们请到舞台中间来 来 有请 来 有请 没事慢慢上来吧 不好意思吗 当然上台还是需要做一个 需不需要我们放一点这种颁奖音乐 来 欢迎大家上来 来来来 来 一轻 我觉得这样吧 你把这三杯 三杯奶 就是 哎 怎么上来了 四个朋友 谁是 谁是 那个6号 这里不还有一杯吗 这个是 那行 来 come on 你们的老板真的是很仁慈 很随意 来 一轻 分别把这四杯奶给到 我们四位朋友 谁是10号 来 我们集体的 靠一轻 靠一轻近一点 来 这是一杯纯真的酸奶 希望你喜欢 是由小熊电器做的酸奶 啊 好 谢谢 来 拿到酸奶的到我旁边来不许走 还要站住 来 第二个 第二位是 6号 6号 这个草莓的酸奶给你 希望你喜欢 谢谢 来 再到这边来 我这边来报到 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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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把这个大的给他 你喜欢就好啊 真的 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而且分量很足 可以跟周围的小伙伴们一起分享一下 啊 下去之后分享 谢谢 谢谢 好的 来 可以 来 第四位 第四位 来 祝你笑口常开 笑口常开开心果 来 我们这四位平牌站 给何一新靠近一点点 我们现在开始 一新 用你的余光稍微扫 扫 扫 扫试一下他们 我们来集体六连拍 集体 你不是说他们模仿我 都没有变成集体了 就会相互的学习和 就是偷看试卷的感觉 一个一个来 对对 我来 我来告诉他们 就是ABCDF登记 好 考试开始了 从这边开始 好不好 来 不难 真的不难 就是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对 好不好 来 六连拍 你能记得多少算多少 现在我们就是ABCDF的评级考试了 好不好 好 来 第一个表情 一 二 三 真的有超级的嫌疑 你好 四 五 好 六 真的不错 还不错 首先评价是都不错的 真是真的很好 所以呢 我们作为奖励的话 首先这个不错的肯定 我们每一杯酸奶都送给他们 对 好不好 好 那 但是还是有一个特别为难的点 哦 就是你要挑出一位 你觉得发挥的最好的 模仿的最像你的 最能够 抓住你的精髓的X吧 我们还有送上另外的礼物 哦 嗯 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这样子 要不哥 你来选一下 又我来 我选多了之后会很得罪人的 一心 就跟我不得罪人一样 这个理由怎么拒绝呢 要不这样吧 你们四个石头剪刀布好不好 最公平 最公平的 石头剪刀布 小白 一人出一只手来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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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决胜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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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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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 这一杯是给哥的吧 我也有吗 多不好意思 这样吧 你帮我放着一下 我先把广告播一下 你先随意地感受一下 接下来呢 马上我们上完的第一课 开始要休息片刻了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 公开课的广告时间 我拿下广告 广告现在都不用那种 放视频了 就直接哥你读就是了 就直接读这样简单 直接一点点 就是他们说错了字就扣钱 刚才的酸奶机 有戳中到大家的眼球和心窝子吗 现在直播间下单酸奶机 马上享受当天直播优惠 85折 敬享酸奶的好时光 养生壶料理机 煮蛋器电饭盒 今天乐享88折 现在下单 把一日三餐都抱回家 和外卖彻底地say goodbye 前30名消费满指定额度的朋友 晒单即送一新 Ship专辑 相关的活动规则 留意小熊店铺的最新动态 这个鼓掌的意思是没错没扣钱 很遗憾是吧 很厉害 好了上完呢 我们这个第一个公开课 放松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 我们的课堂的第二个 就是用萌家店做萌料理了 来哥这边行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吗 还要过来一点 最中间吗 好的 要不再往这边 再会就出去了 OK 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用萌家林做萌料理 但是这个部分 好像我们给大家的食材 有点特殊 对 是用一种食材 那马上看一下大屏幕 你不知道是什么食材吗 我不知道 你不考考他们是什么食材吗 你们知道什么食材吗 你们知道 比如说哪一种食材 能够代表一星 为什么 你们好聪明啊 这一趴是不是 其实就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对吧 没有悬念了 所以我们的食材就是淡淡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一起看看大屏幕 第二课用萌家店 做萌料理的我们的食材 第一个呢 就是来 一星我们稍微的 用小熊煮蛋器 来做出的太阳花蛋 这个蛋 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给大家 呈现这样一个内容 如果早上醒来 很快速的方法 就简单 就能用小熊 为自己心爱的人 做一个有爱的早餐 会觉得一天都充满了阳光 所以这是太阳花的寓意 对吧 我问一下 太阳花周围那个花瓣 是用什么做的 应该是用火腿肠 或者是 胡萝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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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萝卜丝是吹的吧 胡萝卜丝 萝卜 你说就是这样的 我找了个字 胡萝卜丝 胡萝卜丝 你平时做这种太阳花蛋的时候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和口味 我 我会选择 就是 原味的 原味不加任何其他的佐量 不用叫鸡蛋 就是鸡蛋 蛋味 最纯真的蛋味 最佳的新鲜 那你看我们第一个煎蛋这个环节 是不是 煎蛋的小窍门给大家介绍一下 胡萝卜丝 用小熊煮蛋器 煎好的鸡蛋 把煎好的鸡蛋 放入盘子中 但要尽量保持圆形 那第二个不就切火腿 你看 说了是火腿吧 是没错 you got it you're running 又有新的名字 没有 欢欢是我以前六岁的时候拍的一个电视剧 他们翻出来了 是台词吗 没法继续了 等一下 欢欢一会在家 先切火腿 先腿腿 第二步是切火腿 切的时候用两根筷子夹着 夹着 以防一刀切断 把切到火腿 火腿肠盘成一个环形 两端用牙签固定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还蛮有爱的 就是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 有没有给对方做个早餐 一心有够这样的经历吗 没有 但是他在做准备 准备做给最爱的人吃 准备做给最重要的人吃 准备做给最重要的人吃 最重要这点特别好 包括亲朋好友亲人也是很重要的人 包括我的粉丝朋友们 好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在想 怎么策划一下 对 策划一下给大家分蛋吗 不是 因为我一直 以前我有说过我想就是搞一个那个大的锅 大锅饭每人一勺 炒一个那个什么 对 重庆有一个能够99人一起吃的大火锅 只有99人 有点吓人 99人还有点少了 少了点 对 觉得味道不够复合 不是 希望更多的粉丝朋友们能够吃到吗 所以他在想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奶茶店 想想 我也提上诚 好了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看看第二道关于蛋的美食是什么 就是用我们的小熊养生壶做的暖暖酒糟蛋 那我看到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心给大家推荐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因为养生壶嘛 其实是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 这个养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重要 身体 当然我知道你们还年轻 没有 你也很年轻 对 其实 这个这个酒糟的 张三岁是意思 等一下 好 张三岁 谢谢 我 OBJ 说到这个食材 酒糟 和鸡蛋的搭配 是不是有一些别友的用心在里头 对 养生嘛 养生 而且这种酒酿的话 其实对女生来说 比较的身体好 对不对 暖 对皮肤好 你看男孩子就是这样 他明明是做了很多的功課 他不好意思说 非得要我来 不不 你刚说他的制作方法就是 首先 用小熊养生壶 加入小熊养生壶 用小熊养生糊放入酒糟 第二步呢就是煮开以后呢 加入打散的蛋液 搅拌均匀 那就可以了 其实也蛮简单的 拍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也吃喝了一口 这个酒糟蛋的这个感觉 真的是蛮好喝的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就要分享你这种 蛮好喝的感觉来 我们到操作台这边来 这边呢有一壶 熬好的暖暖酒糟蛋 也是用我们小熊养生糊来制作的 那接下来呢我觉得一心 给大家来呈现一个分享的过程 好不好 就是把这个酒糟蛋 盛到碗里再递给 你心爱的人 但问题是你们已经盛了四碗了 我可以倒掉好不好 再来上几个空碗 你这样你先上这两个 行 那可以啊 那对网上再加一点往里头 好 这一会儿我给我的工作人员 工作室小米叔侄 我们先给你们盛 先给你们盛 这样好盛一点 六碗 应该差不多够了 这里头还有枸杞啊 枸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养生的一个食材 能够起到滋音不慎 养颜美容的一个效果 是我们居家必备的一个健康的粮食 一心 我帮你一句话筒啊 你觉得平时这个在吃这个酒糟蛋的时候 酒糟和蛋还有枸杞的比例 应该怎样去放 这个应该看心情吧 心情好的时候 浓一点 心情好的时候会可能蛋放的多一点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 酒糟放的多一点嘛 枸杞就随意 好 是是是 好 现在已经是成好了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分发给我们现场的粉丝 这边全都是热的耶 真的热的 因为我们这个养生壶它有一个保温的作用 就是让食材从温度 从营养上面 都给大家提供到一个爱的最佳的一个程度 是的 希望你们喜欢 好嘞 工作人员就是你们来发了是吧 你也想是 发一下是吧 你也可以是给大家 这有勺 对 在大家分发这个鸡蛋羹的时候呢 就是也是我们送完甜点了 又到了我给大家进一段广告的时候了 谢谢 好 那接下来 一心呢我们可能要去放大招 最后一道料理呢 可能比前两道我们要更加的不容易一些 但是在进这个杀手锏之前呢 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我们的广告时间 好 那同学们注意了 一直以来 每天都变得很新鲜 我想让你们看到 小绵羊在成长 而初心从未改变 和你们在一起 好了 谢谢 谢谢 这是应该完成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我们第三道菜了 要给大家做哪些分享 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要自己亲手操刀了 来 我们稍微靠近 好 亲手操刀 当然 第三道菜呢 可以说是很厉害 对吧 请看大屏幕 这样吧 就是为了避免就是聊得太干 我们还是来看大屏幕 行行行 第三道菜是张艺兴吗 这个厉害了 可以看到是小熊电热饭盒 小熊电热饭盒 然后做的什么呢 做的就是饭呗 做的是饭 我们 回答得好 天下之食材 终于一字为饭 好吗 其实第三道菜呢 就是用我们这个小熊电热饭盒 来做的一个萌蛋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去年那个签设会上面 一心有给大家做便当嘛 对不对 爱的便当 有人吃到的吗 现场 这是我们去年的照片 对对对 带了一个特别人代表心情的围裙 好温暖啊 好可爱 这是自己挑的 这个围裙是你 这个是 Ship还是Lose Control啊 Ship 你自己选的围裙你忘了吗 好认真的样子 我记得 帮他们做东西 帮他挺认真的 对 而且当时你把整个饭盒塞得满满的 所以现场我们当时有吃到饭 和那个一心做的便当的同学吗 没有 这是在哪儿 这是长沙是吧 这是上海了 也是上海 啊 上海红萧艺术中心 我做了两次 一次是便当 一次是辣椒炒肉 是吧 所以今天也有福气了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我们这个萌蛋羹呢 有升级 升级的点是在于 我们不是用饭盒来做便当 普通的饭盒是用高科技的 小熊蒸蛋 小熊 不是 我们的小熊电热饭盒 而我们这个小熊电热饭盒 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第一 大家知道它有一个保温 是的 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个 做出来的食材的温度 是保持我刚刚做完的样子 对 另一方面呢 在这个营养上面也会更加的 接近大家的健康和吸收的过程 不会让吃到那种凉菜再热的感觉 对对对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对对对 而且他们做什么 真的 因为他其实就会有的 最后会有一个健康的食材 每一年都会有的 但是他用一个健康的食材 刚好 完整的 好 他应该用一个健康的食材 我们走到这个操作台旁边来 这个熟悉吧 熟悉 我们小熊电热饭盒 电热饭盒里头 是要穿围裙吗 是你在找 我戴个手套 因为还是怕这个要 如果要切东西的话不干净的 哥 你要我说什么 说这个制作的步骤 你通常应该怎么样去给自己 重要的人做重要的饭菜 重要的人做重要的饭菜 首先你得学嘛 嗯 学 然后 这是板子是吧 对 这是案板 这是火腿给大家切片 你现在心里面构成 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构图 想做成什么图案吗 没有 就随意 好吧 随心所欲 真实 我们看到这边有黑米 有海带条 还有红豆 还有就是火腿 需要切这么多吗 嗯 就是你的原则就是 只要是能够塞满的 都通通的分享给我们的心迷 是不是 哦 这样的 你可以 你可以把那个饭盒打开 看看里头大概 对 往上提就好了 哇 大概有多大的一个容量 这等于是这里的蛋 其实已经蒸好了 对 对 完了以后 在这上面只要加工就行了 对 这是 这是 黑米 这是海带 这是红豆 哇 已经有人切好了这个 但是这个太小了 对 你切一个大的 不如 谢谢哥 不谢 太客气了 又温暖了一下 你这里是做的一个人的笑脸啊 不是 这里有些不一样 有些不一样啊 你还要加工一下 哇 好像 好像在做那种文化节目 中国匠人精神传承 在这刻画 好 好 哇 你这样做就是 好贴心啊 一心在那个眼睛的部分 画了两道小口 目的是呢 把我们这个眼人 给它嵌进去 因为其实在送便当的时候 有时候会晃动一下嘛 就是打开那一瞬间 如果样子变得 其实还是蛮影响心情的 好细心呢 不一定能够固定得住 这个放的海道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它的眼睛的轮廓 哦 这个什么酒窝 腮红 你们看不到吧 你们看得到鬼 他们通过你的 对他们通过你的眼神 眼睛里边的反光看到的图案 是吧 能这么细吧 对 你看他们那些长枪短炮 肯定可以 哎呦小孩做好漂亮一点的 对 就是 汇鱼这个食材 没有那么的多和精致 对不对 下次我们改正一下 这是 东城西旧里头的香肠嘴吗 哎我觉得一心用刀还挺顺流的 一转就下来了 杀手是吗 小菜 哇这不是个人的吧 我觉得应该是某种动物 哇这是属于鼻毛吗 好了我觉得这个 好了 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 特别棒哎好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要不要给大家这样看一看 稍微的起一点点 看不到吧应该 哎他会掉掉上来 哎一点点 哇 你们猜这是什么 哇这样就猜出来了 太聪明了 好棒 那 以前我记得有一首特别红的一首歌曲 嗯 哎你们也听过 啊 啊 是是是是 你们在说什么样的秘密语言 我没有听过啊 哈 好了这样不合适 你知道吗 人家明明做的是个笑脸 好不好 就是就是 就是 五官比较大的一个年轻人 好不好 身长还蛮旺盛的鼻毛 那你们听过有一首歌是 我们那个都是东北 听他们你们听过啊 不可能他们骗你的你说什么都听过 你现在自己瞎编一首乱唱他们都说听过 哇厉害了厉害了 哈哈哈哈 真的很火哎 我看到我对小朋友培训学校大家都在学这个歌 非常有腔调非常有调 而且现在流行就是因为你的MV 好多人戴帽子下面都加一个小辫 后面弄一个小绳呢 飘逸起来的感觉 嗯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蛋羹也做好了 而且在我们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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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电热饭盒里头保温 呃 所以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成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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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讨厌了 我们今天的总共有六排 每排有十二个座位 只有六排是这样子 五排 第五排 多少号 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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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八号吧 五排八号在哪里 五排八号有请 Come on 你们等于是这个是举着我的手势是吧 这是 他们说五排几号 你觉得全部人串通好了 就是集中的八号 来就请 已经送下去了这么快 已经 那个 送给这位拿着小熊玩偶的这位 我的粉丝朋友 这里这里这里 这边 对对对 看到吗 他在这边出来了 待会儿这个蛋传着传着传没了 传到之后就只剩一根鼻毛了 那一星我们到中间来 给大家送完了福利之后呢 其实每一次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活动 尽管我们从去年开始二胎之后 知道一星各种工作特别的繁忙 然后我们特别开心 因为一星工作越繁忙 我们的X爸我们的心 你就会有越多的机会了解到一星 现在努力到哪个程度了对不对 但是呢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去问你 很多方面想要去关心你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网络上去收集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一一来做出一个快问快答 来一星 Kristian and Amster 第一 偶像练习生最终出道的九个人 张匹蒂会和他们在音乐上 有什么深入的合作吗 如果就是他们在整个沟通交流过程中 他们需要有音乐的话 我这边的音乐当时还有一些 但是首先第一个还是 因为我最近因为我确实时间不够嘛 所以主要的还是把重心 再放在做自己这个第三张专辑 因为真的是时间不够 所以也是一直在努力努力 如果就是 他们如果是像我就说要歌的话 那我也当然愿意 对 就是 就是只要需要随时站台 但是如果没叫的时候呢 就全心全意投入到自己三胎的这个创作当中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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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们在微博上看你发了一个 三胎见哦 就是很嗨的工作室里面 你知道那种 那个就是主打歌 三胎的主打歌出来的那一天 你知道吗 那现在除了主打歌之外 大概成型的有几首 其实已经有十首 但是有几首呢 又被拿出去了 觉得不够好吗 不是 有别的理由拿出去了 好吧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请看大屏幕 新民们都想知道一新 有开演唱会的计划吗 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大概的时间 这个是可以 因为演唱会 是我一个非常重视跟重要的 非常大的 人生大事 所以我也觉得 肯定是给我的歌迷朋友 是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一页 腰带 对 那我希望 我是拿着最好的专辑 最好的歌曲 最好的成绩 去给我的歌迷朋友一个 最大的惊喜 跟最好的